那么我们就正式进入最后一个话题 假冒伪劣产品混入黑五买到假货如何维权 各位我们都知道 现在是黑五黑色星期五的季节 黑色星期五呢 很多折扣的商品也会出来 但是其中也不乏很多的就是假冒伪劣的产品 那么最近在洛杉矶市就缴获了一批来自亚洲 当然来自咱们国家中国的这个假冒伪劣产品 那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假冒的充电头长什么样 我记得有一个iPhone的假冒的充电头 对就这个 那各位可以看到这样这样的花花绿绿 是不是有一种深圳滑墙北的感觉 我觉得我在那里看过好不好 那么那个落线的检察官就说了 用这样的充电头 第一它不符合规格 我们都知道在中国是220伏的电压 那在美国是110 其次呢 由于它假冒伪劣 充电的时候可能会着火甚至爆炸 那就是要小心使用 当然这个充电器呢 已经这个充电头算是小 还有一些比较事大的 比如把这个不合格的头盔和儿童座椅 可以给大家放一下 那么我们可以看这个头盔 是给自行车爱好者戴的 那这个头盔呢 就说很容易松动 一松动呢 那你要是在车上摔下来了 那可不得了 还有就是儿童座椅 事关小孩 各位也知道 如果儿童座椅假冒伪劣 对您家的孩子 是有很大的影响 那么我相信现在呢 黑色星期五 就是今天它的那一个 那个购物潮还没有过 在城县的南海岸 还有很多很多的人 在那个地方抢购商品 但是如何去警惕 这些假冒伪劣的产品 我们想请刘律师讲一下 我如果买到了 不合规格的充电头 那那个太好辨认了 都说自行车头盔 儿童座椅 这样的东西 我该怎么办 找谁说去 好 关于这个黑五购物呢 这里面大家呢 要知道 这里面陷阱很多 我们先列一下这些陷阱 好 第一个陷阱呢 是大折扣 对吧 很多人觉得黑五一定比平时便宜 对 那么商家也觉得 你一定会这么想 对吧 心理 心理 所以他们的做法是什么呢 就比如说 尤其是工厂直下的一些厂家 对吧 比如说扣起 大家要注意的 Ruff Loret 大家呢 很多时候呢 他们的做法呢 是在黑五之前价格全部调高 对 到黑五的时候 哗一下降下来 对 他跟这个上个礼拜 的确降了50% 但是 跟上上个礼拜 其实又高了10% 对吧 两个礼拜之前 其实更便宜 小把 对不对 所以 由于他们的这个做法呢 其实呢 有工厂直下的 有的品牌 还被告过 class action 集体诉讼 为什么 他说 我大打折 全年最低价 其实不是 全年最低价 其实是上个礼拜之前 比现在还便宜 对吧 那么呢 他让你觉得说 你这个 我现在东西 比如说 60% off 打6折 你觉得说 这个是全年最便宜 老子 竟然多买一点 对吧 因为为什么 可以看好 可以多省钱 多买 就是多赚 其实呢 两个礼拜之前 是70% off 打7折 对不对 对 所以呢 这样的做法呢 其实涉嫌欺诈 一个心理 一个心理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个打折 是不是 你一定要问他这句话 是不是 今年里面 打得最低的 可以问吗 你可以问 当然可以问 当然他说 我不告诉你 他说不告诉你 他已经告诉你了 对吧 他说 他说是的 你说好 你说我听 一时候农注会 这个刘律师说的 你们呢 喜欢耍流氓 透露我们 以我们中国人 钱多人赏 对吧 智商税 对 智商税 对吧 我们钱是不少 但人的确有点少 对吧 是这样的 所以呢 刘律师叫我问你 是不是今年里面的最低价 是还是不是 我要把你的名字写下来 你是不是store manager 我写下你的名字 你如果说谎 我会找刘律师告你的 为钱 对吧 他如果说 这个让我 我不了解 我再去问一下 另外一个人 你就知道了 这个不是最低价 对 对吧 所以大家一定要问一下 你这个最低价 不是跟上个礼拜比 不是跟上个月比 是不是全年最低价 要问清楚 你说今年里面 这个价钱也没比这个更低 有还是没有 对吧 有没有 对不对 所以拿出上海 Costco千军万码 杀进去 买他十个烤鸡的架势 强烤鸡 千军万码强烤鸡 拿出这个架势 对吧 你能在上海强调烤鸡 你就敢在美国的南海岸 工厂直销城 Costco 一正严实地问他 是不是全年最低价 yes or no 对吧 我肯定不会 对吧 当然如果留人家说 滚一边去 对不对 是这样 所以这就是 当然为了省钱 怕什么 对不对 你是 你赚点钱容易吗 是不是这样呢 好 这第一个 确定他是不是全年最低价 对 那第二个 很多时候 尤其工厂直销城南海 有很多华人很多 华人同胞很多 尤其他 他如果觉得你是游客 他有时候信用海 可以多刷两次 他刷了一下 他说这个不过 你再刷一下 其实第一次已经过了 因为为什么呢 很多时候黑五的时候 大家这边买那边买 一阵狂买 很忙啊 因为你这一天 可能花了五千 花了一万 你呢 一下你也不可能说 你确定第一个没过吗 对不对 其实呢 很多时候 他如果说第一次没过 第二次过了 尤其是 你这个卡在 别的店刷的时候 从来没问题 这边第一次不过 那么你就知道了 这里面的必有气强 对 很多时候 他是故意刷你两次 如果因为他 为什么这么做呢 他是不是 他这个店员没经验 不是没经验 而是他有经验 他觉得 我这个信用卡 譬如说 我这个一百个人里面 多刷一个 一双鞋 我多刷两百块 那么这一天 我就多了两万 那么这一百个人里面 可能一个十个人 最后找上门来说 你多收了一次 他说对不起 我给你拿掉 我另外九十个 我就赚到了 一万八 你为什么 你找到我了不起 你说 我不了解 我这个机器有问题 我电源没经验 你把我怎么定 对吧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 这是美国 那么美国人 他不会骗我的 错 天下乌鸦一般黑 在公平正义的价值观 都是一般黑 所以如果信用卡 第一次不过 你一定要警惕 这里面很有可能就是陷阱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大家提醒一下 就如果有些牌子 譬如说苹果这些名牌 你买了电话线也好 充电器 充电头也好 苹果店如果卖30 这个地方卖13 一定是假的 百分之一百是假的 当然你说刘律师 我知道是假的 因为他便宜 我就买了 那是一回事 但是如果你说 你以为是真的 你说苹果店太黑了 人家卖13 你们卖30 那么就说明你自己傻 他这个百分之一百是假的 这里面呢 为什么 因为你想 如果这个是真的 那谁还会花30块 到苹果店去买 去买 多花一倍的价钱呢 对不对 地上 放了个一万块现金 一百个人走过去 一个没捡 刚好被你看到 夸捡了一万块 有种好事吗 对不对 如果你觉得说 我太庆幸 人家都没看到这个一万块 就我看到了 不是说明你聪明 是说明你傻 对吧 广东话说得好 哪有这么大的价格 垂垂垂垂垂垂 所以这里面就是说没有那么大的便宜 让你赚 所以这里面还有点 就是说如果很多话人不了解 因为很多人可能在淘宝买东西 或者卖东西习惯了 在美国卖假冒产品 不是伪劣 假冒产品 是联邦重罪 最高罪名 坐牢十年 罚款两百万 是第一次 坐牢十年罚款两百万 第二次是坐牢二十年罚款五百万 如果是公司最高罚款一千五百万 所以还好淘宝在中国不在美国 不能现在马云看到 听到这个可能吓得色色发抖 不能我这个老子 可能不知道哪个人出来 是吗 好吧 好了 那么我们就关于这一个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本田归佑先生 你好 您又来了 您的立场一直让我觉得不敢恭维 但是呢 我觉得来的就是客 就是五湖四海 尤其是这个网络世界 不过呢 我相信今天在美国的很多朋友 也已经在开始进行自己的大换血 就是大出血 就是购物 所以这里面呢 我们想还是要向刘律师说的 就是说一定要懂得运用 拿起法律做武器 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再抢到好货 逃到好货 清空购物车的同时 也要注意一下 自己有没有上当手片 好了 那么关于我们这一期的节目 口莫横飞啊 就是讲到这个地方 还是要跟各位说一声 Happy Thanksgiving 好的 最后呢 我们把这个诗 我就再说再念一遍 好 大家呢 我觉得一颗感恩的心 是你 也是我 也是James 任何一个人最大的财富 对吧 一盏明灯 可以驱散万年黑暗 对 所以呢 这个诗 是这样的 我有民族一颗 九倍城牢封锁 今日光尽重生 赵破三合万朵 大家节力愉快 好的 那么非常感谢各位收看本期的一九龙之会 一九龙之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